高雄仁武區日前發生了一起意外 一名外送員到加油站加油 而員工拿起油槍的時候 突然爆炸 造成兩個人受傷 中油表示 出事的加油機 都有定期檢查 狀況良好 詳細的原因還要再做調查 騎士來到高雄仁武這間加油站 前一人加完油 排在後頭的他才說要加九五的油 就出現氣爆 加油機台上的面板炸飛 擊中他極力名女騎士 幸好兩人只是輕傷 中油公司表示氣爆的加油機 每次定期檢查內部的管線 或者是電源線 絕緣主抗等細節都合格 定調這次氣爆式個案 內部也正在調查詳細原因 但專家不排除 是靜電跟油氣 發生反應才出現爆炸 加油站常有油氣 碰上火花 容易出意外 消防隊也提醒民眾 加油時除了禁止抽煙 避免電子產品也要小心靜電 尤其自助加油時 民眾可多利用 站內設置的防靜電機 在操作加油機 記者 王阿田 孟昭全 高雄報導